我們進入下一個環節了 接著我想講教育 因為現在在主流學校裏面 有很多SEN的學生 所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我們今天的議題都是說這件事 融合教育 這個融合教育其實都很影響 今天的主流學校的課室環境 教學等等 如果有小班教學都是很重要 今天的老師也很多是講關於 在課室裏面要處理學習差異這麼大 對他們來說是很困難 不過我們本身也有了一些 有些不同的需要 今天有幾位朋友會和我們分享 其實我想知道有很多殘疾的朋友 無論是姿態殘疾的朋友 無論是聽將的朋友 一些盲人的朋友 他們在讀中學那些時候 都已經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有些朋友可能讀特殊學校 有些朋友可能就在他們自己的中學 有一些所謂融合教育的安排 其實這些都是某場上都幫到一些 查證人士的學生 但因為我們偏偏看到 一些的查證朋友去到大尊讀書 原來他們真是由一開始被受照顧的一群 變成一群被人懶惰的學生 我想知道究竟現在教育局 在大尊教育方面 究竟他們給了多少資源 在一些大尊的學校 去推行這些給殘疾人士的教育呢 其實他們很慘 以我為例 在大學的時候 說原來宿舍是入住不了的 原來學校的無章和設施是不行的 如果你去到香港大學 去到中文大學 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地方 是可以被一個殘疾人士 獨立自主去出入 這些都是殘疾人士遇到的問題 他們選大學 你知道他們選什麼 他們不是選科的 他們選大學是選地點的 他們是選地鐵站旁邊 例如理工大學 城市大學 那些地方的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政府一直都沒有正視過 究竟我們現在在大尊教育方面 怎樣可以有多些配套去配合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讀完中學了 可能他們一定是上大學的 可能是有一些職業道向的課程 甚至可能以前有些殘疾的朋友 沒有機會入讀一些高中課程 現在想讀夜校了 原來他們根本不知道哪一間的夜校 哪一間的大尊學校 是適合他們去讀書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哪一些課程 是有適合他們的配套 例如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坐來的朋友 他們第一間所讀工程科 那怎樣呢 他們究竟知不知道哪一間大學的工程科 原來是適合他們去讀的呢 究竟大學會提供甚麼配套給他們呢 原來我們一直在選擇學校的時候 教育局都沒有提供一些指示 又告訴他們 究竟大學在哪一些課程 會提供哪一類的配套給我們 在讀夜校的時候 原來他們根本不知道哪一間夜校 是適合他們的 其實試問 在這些地方 在這個這麼發達的香港 為甚麼還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聯合國殘疾人權力公約第24條 保障所有的殘疾人士 應該可以在一個正規的教育體系裡面 是不受排斥 但是政府現在的政策 正正就是令到他們 只可以入特殊學校 只可以入一些展覽的課程 而入讀一些正常的大專業校 原來是沒有途徑 是沒有辦法的 試問他們怎樣可以幫殘疾人士脫盤 怎樣幫殘疾人士就業呢 可能政府都是想著 殘疾人士讀完書都是拿中文的 那何必要讀這麼多書呢 如果政府是抱著這個觀念的話 我希望各位殘疾人士 各位好像我們 即是採人衣的朋友 好像我們農人 一些蠻人的朋友一樣 都是見到在座很多都是讀完大學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努力 告訴我們的政府 其實作為一個殘疾人士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個正規的教育 需要一個適當的教育 是跟其他人是沒有分別的 希望政府真的聽到我們的意見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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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